現在要和大家介紹小芳烘肉機要怎麼填凍呢 這個是任意的飽喝瓶 我們就去買杯飲料 然後開口稍微比正常的飲料稍微大一些就好 然後把它切掉 就可以當成一個漏盒了 我們拿起小芳 轉開、充開 放入 然後我準備了100克的圈豆 將就完成了裝置的動作 然後再把這個縮起來一下 這邊來介紹一下事前的準備 首先是溫度計 那這個是探針 我們已經事前換了這個空管 所以這根中間是空的 我們檢查這個有沒有鎖緊 有鎖緊 那麼電機的部分呢 這邊有沒有裝 就是剛好可以擋住電機 不要讓它循轉 裝好的話鱷魚夾 我們是斜的夾 我們是斜的夾 就是讓這個塑膠 不要離火太整 會燒起來 就是斜的夾這樣 那麼 那麼空管呢 測溫管呢 我們現在要 現在插進去 插進去不要插得太近 插進去之後呢 我們先打開 先打開開關 轉看看 看 測溫管會不會跑去 不要跑出來太多 那也不要太近 那這樣沒問題 我們準備開始來溫動 那這樣沒問題 我準備開始來溫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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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